喔 政府有沒有蓋牌 這個問題非常的辛辣 哈囉 各位我是長安哥 前陣子從我的 IG 裡面 收集到不少辛辣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回答 網友這些辛辣的問題 好的 我準備好了 來吧 Long Covid 喔 Good question Long Covid 就是感染 COVID-19 之後呢 產生了一些長期的後遺症 有些人說會腦霧 有些人說是長期這個秀味覺有一點問題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長期的疲憊 體力就是非常的不好 這個叫做Long Covid 其實關於這個Long Covid 我之後會出一部影片 大家就敬請期待 我也不知道動態清零是什麼 什麼是動態清零 好啦 總之我覺得現在不要再想清零了 現在全世界都在與Omicron共存啦 我覺得共存其實是一個 世界長久以來的趨勢 去看歐美地區 其實大部分人都已經是跟病毒共存得很好 所以在現在絕大多數民眾 都已經打完三劑疫苗的狀況下 老實說我覺得 Omicron入侵台灣 我們也不用太害怕 最重點是慢慢跟它共存 那不要過度去消耗醫療資源 這樣子就可以把Omicron帶來的危害 降到最低唷 喔 政府有沒有蓋牌 這個問題非常的辛辣 嗯 應該是這麼講 你要去探討政府有沒有蓋牌這件事情 就要去探討說我們目前的這個PCR的回報 是怎麼做的 總結來講我覺得 要去蓋牌並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因為目前就是所有的醫院 都有自己在那邊篩檢嘛 所有的一個篩檢站啊 所以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個資料 篩出來是陰性 其實全部都要有記錄 所以今天如果政府真的要蓋牌 就變成說 它要確保說 每一個篩檢站 它下面的所有的醫院 都要配合它蓋牌 老實說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困難 你也知道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立場 那同一間醫院 同一間篩檢站的員工 怎麼可能每一個都是政府的走狗 講難聽的一點就是這樣子 一定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政府 你說底下那麼多醫院 那麼多篩檢站 有篩出來 結果大家一起噤聲 說我們都明確的 然後沒有人出來爆料 我覺得以台灣這種民主風氣的一個狀況下 其實要蓋牌是蠻 困難的一件事情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我個人的認為啦 疫情過後的病人少很多 尤其是這一次疫情 就是新冠疫情之後 我們基層診所 看感冒的人數就大為下降 所以診所倒一片 這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大家的防疫都做得很好 戴口罩勤洗手 所以一般一些秋冬感冒旺季 結果沒有流感 而感冒的人超少 或者是有人小感冒 他也不敢去醫療院所 所以其實從疫情以來 我知道基層都是 疫情之後一直倒閉 真的是 健保點數 基本上你去醫療院所 假設你去診所看病的話 你要先付一個掛號費 有可能是 150的掛號費加上50的部分負擔 所以你會繳200塊到醫療院所 但醫療院所其實不只得到200塊 你看完病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給你的收據 他收據常就會寫 除了你的掛號費 部分負擔之外 他還會寫一個 醫師診察費 常常可能是390 他的那個單位就是點 基本上你就可以理解成說 我們要繳健保費嘛 健保費全部交到中央那邊 那他去依照這個點數去支付 例如說這個診所他申報 這個診察費390點 所以基本上從健保那邊他又會給付390元 就給這個醫療院所 所以醫療院所看你一個病人 他不只拿到你的這個掛號費 跟部分負擔200塊 他可以得到那個點數上面的一個錢這樣子 這個點值其實是浮動的 有時候好一點 一點就會變成是1元 那差一點 大部分都是差一點的狀況 一點可能是0.8或0.7元 這個跟健保的總額制度有關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我知道有點複雜 所以大家不用太理解也沒關係 其實可以但有限制 我們剩下所有的醫療體系 都在健保的規範體下 那這個健保局他當然也很害怕說 譬如說我今天是診所的醫生 那我今天都沒有病人 那我就刷爆我的卡 我一天看自己10次 然後然後 夠了 然後一天到晚開自己的藥給自己 然後一直申報這個診察費給自己 然後就一直跟健保局炸領錢 健保局當然不可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嘛 所以其實一個人是可以把自己當成病人 就自己掛自己的號 自己開藥給自己 這是可以的 我記得一個月可能只能一到兩次 所以這件事是可以做的 但它有嚴格的限制喔 接下來就是跟哥個人生活相關的題目 來啦 接招吧你 來吧 哥最近快樂嗎 這個要看你對快樂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是快樂是一種自我的一種滿足感 這不是諮商所 還算可以 還算快樂 一位醫師假日除了讀書跟補眠 還會做什麼事情 打RDR2 避邪狂殺2好玩 我知道最近那個愛爾登法環 很紅 但聽說那個就是一個自虐遊戲 但聽說很棒啦 我自己還在玩 2018年到2019年RDR2 遊戲打起來 棒棒棒 好的 那你身高幾公分 好奇差低 影片不是講過嗎 173點多 號稱174 醫師真的平常在裡面都穿得很邋遢嗎 你在什麼裡面 在診所裡面穿得很邋遢 在拍片裡面 反正我如果在家裡拍片的話 因為視訊鏡頭只照得到我上半身 我下半身可能就會邋遢 我相信每一個YouTuber都會這樣子 下一位粉絲就問囉 為什麼哥這麼帥 哼 哥每天起床都不需要鬧鐘 因為都被自己率醒 沒有為什麼 毫無羞恥 哈哈哈哈 最後有一個粉絲問說 我男友看到你影片就開心肥宅笑開懷 我該怎麼辦 嗯 那首先我也想要問說 那你是男生還是女生呢 如果你是女生 那你也可以喜歡我喔 那如果你是男生 就不一定要 好那麼這次的IG問答就到這邊啦 那其實還是有蠻多問題沒有解答到大家的疑惑 那如果大家有更多問題想問我 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區留言喔 還是強調一下盡量不要有一些問診方面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個醫生都要經過詳細的一些身體檢查 甚至是抽血評估 才可以滿完整的回答一個人的一個健康狀況 如果是其他的問題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發問 以後就會收錄在下一集喔 好啦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